4月28日,第七届全港运动会在香港体育馆开幕。 国家奥运金牌运动员魏秋月、王震和香港精英运动员李慧师欧振明一起为本届港运会点燃了圣火。 开幕仪式下午4时30分正式开始。 在香港警察音乐队悠扬的伴奏声中,全港运动会会集进场。 随后,屯门区、中西区、元朗区、黄大仙区等香港18区代表团列队进场。 运动员们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向台下观众致意。 在热闹的氛围中,香港特区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宣布的西届全港运动会开幕。 国家奥运金牌运动员魏秋月、王震和香港精英运动员李慧师欧振明一起参与了火炬的传递, 并为本届港运会点燃了胜火。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至此时表示, 香港特区政府重视体育运动的发展,积极投放资源, 致力在社区推广体育运动的文化, 协助精英运动员在国际体坛上争取加级。 他还强调,港运会是为香港培育体坛精英的摇篮, 通过这项大型的体育赛事, 可以挖掘具有前置的年轻运动员加以培养, 成为未来的体坛精英为香港争光。 据了解, 全港运动会是一个以香港18区区议会为参赛单位的 全港性大型综合运动会, 旨在鼓励市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, 从而提升地区体育水平, 同时促进18区之间的沟通和友谊, 加强社区间的凝聚力。 港运会自2007年开始举行, 每两年举办一次。 我们下期见!